這裏就是我們住的鄰居 我們每天都會帶我們這隻狗來這裡 哺哺和逛逛 這個湖就是蘇黎世湖 我們家就是對著這個夕陽 其實我們家如果開車去蘇黎世都要大概45分鐘 即是一個小時之內 其實我們住在瑞士都有些雜族都要跟隨 譬如星期日的話 如果你是主廚房的話 就不可以吸塵 或者不可以製造任何的噪音 要不然呢 那些人又會投訴的了 那住屋就會好一點 因為不會吵到人 但是在瑞士來說 買屋都是 幾貴的一件事 所以有一個好的鄰居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那個就真的不願置評了 我們整天都真的希望他們搬走了 實在 又不友善啦 又曾經傳一些短訊給我 又投訴這樣投訴那樣 那麽瑞士人都出名是多士的了 其實就是好像人造衛星那樣 那麽 專門是捉住你的東西 走去找東西去投訴 尤其是那些退了休的老人家 那麽我們在這裏走回家 大概都是幾分鐘而已 那麽就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就還未買到一個 Sable Riser 那麽所以就會有點震 那麽我們下次再談啦 Thanks for watching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喔 Bye Bye